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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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歡迎來到 Tom & Oli's channel 今天又到了 How does Oli cook at home? 那今天 我要做的這道菜 如果大家有看過 料理書 這個是我個人 最喜歡的一個電影 那他 裡面的名字 最後在電影節 我有做一道 田園的燉野菜 那他是叫做Ratatouille 那今天我就是 會稍微示範一下 大概他是要怎麼做 然後我主要的配菜 會是配雞肉 那他可以單 就是單程當做 是一樣的主菜 那他也可以配雞 那今天我選擇的是 我會配雞肉 所以我今天會稍微示範一下 要怎麼做 那因為我的方式 跟很多在影片上面 看到的不太一樣 大部分的人可能會覺得 這道菜主要的 食材的話會有 那我這邊是剛剛已經切好的 菜 那因為今天我 剛剛去 market買不到 茄子 所以我今天 用了有點不太一樣的食材 但是大概主要是這樣 所以你會需要 結瓜 那結瓜的話 英文是Zikini 但是在愛爾蘭的話 他們是叫Crocher Crocher就是法文 那我會放一些 番茄 那我有一些甜椒 紅色的 或是 黃色或是綠色都可以 那結瓜的話通常 很多人也會放黃色的 但是因為 結瓜我今年自己在 花園種的就是只有綠色 然後一些洋蔥 一些蒜頭 然後抿蝶香 那很多人會另外在做 它的醬汁 那它的醬汁的話 今天我的部分 就也沒有 就是拍成影片 因為它醬汁 是很多人都會用番茄 然後青椒跟洋蔥先去炒 然後再把它打成 把它打成sauce 但是我今天 會直接用番茄的sauce 去當它的 醬汁為主 然後我的部分的話 我是切成丁 那很多人認為 傳統的方式的話 他們是切成薄片 然後把它擺在 醬汁上面 然後 再放去烤箱烤 那那個方式也可以 但是那個方式的話 就是比較耗時 然後 也要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我今天的部分的話 我是切丁 那切丁的話 也是一個方式 那這道菜在法國其實非常普遍是 幾乎是每一個家人的媽媽都會做的一道菜 那主要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 到花園裡面去採新鮮的一些蔬菜 然後直接把它去炒成這道菜 那它也算是一個燉椰菜 OK 那今天我就是會 也是一樣一步一步的教 那到時候會怎麼擺盤 然後 跟怎麼使用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 示範一下 怎麼 怎麼炒這些 菜 那 我用的是 橄欖油 所以加一些橄欖油 然後 這個的話就是不需要到太大的火 因為你不想要它燒焦 然後你要想要把它的 菜的 每一個菜的部分的香味炒出來 所以有的人也會把它分開 一個部分一個部分炒 所以 這樣子的話每個菜的味道都會有出來 那我先炒櫛瓜 的香料的話也可以放 那如果沒有的話 只是用乾的 像是這樣子的香料也可以 OK 然後 稍微讓它炒一下 那主要 讓它炒到上色 不一定要炒到整個軟 就讓它上色有一點 有一點焦 然後 這樣的話它的香味就會出來 這個的話 那調味都是到最後的部分 全部的菜都進去 然後 Sauce也進去的時候 再一併做調味 所以到時候 你的味道才會一致 就是不要每一道菜在炒的時候 就加 胡椒或是鹽吧 因為 最後的話 整道菜出來 可能味道就會 太重 或是太鹹 那現在稍微就是讓它炒個幾分鐘 然後 然後 這個就是 一般 你也可以在 Market買到的 番茄醬 它就是 可以拿來做 義大利麵醬 那它有不同的口味之類的 那你也可以去選 那今天我的部分就是 我的Sauce 是直接用這個加 但是同時 我也會加 新鮮的番茄 所以 就是 它還是會有 新鮮番茄的味道 那盡量是選擇番茄醬 不要選番茄米 因為 番茄米的話 有時候 炒太久 就容易會變苦 所以 如果是有醬汁的話 是 讓它有一點醬在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味道會比較好 然後把櫛瓜放在旁邊之後 我現在 會將這些 也就是 一起放下去炒 之後 如果有新鮮的米的香 就可以放一些 放些進去炒 那也是一樣 也要讓它炒一下 然後 最後的話 再把所有的東西加在一起 那 稍微炒一下之後 就可以把 番茄醬加進去 然後把它關至小火 然後讓它稍微燉一下 OK 那現在 稍微炒了 幾分鐘以後 可以看到 它的菜子 就是變得有點軟 然後 也可以聞得到 所有的香味 如果你有 蔬菜的高湯或者是 蔬菜的高湯 快 其實也可以加進去 就是讓它比較多一點啊 味道 OK 那這時候就是也是一樣 把火調小一點 然後 這時候 加水 然後 加 番茄 然後 那就先加一個部分 如果不確定到底 該放多少的量的話 先加一部分 然後 讓它稍微煮到 滾之後 然後 確認一下味道之後 再繼續加這樣子 那既然是燉菜的話 通常我是會先把水 加到 接近 靠近 就是快要蓋過菜的部分 但是不要加太多 然後 之後就蓋上蓋子 讓它 用小火去燉 大概 20分鐘 那我現在要介紹 就是 拍這個部分是 讓大家看一下 要怎麼切 怎麼處理整子雞 那 今天的配菜 的主菜 我主要會是用雞肉 所以 我通常都是會買整子雞 第一個 我知道整隻雞的話 會比較新鮮 然後 如果是處理好的部分的話 因為 不知道這個雞 是多久 處理好的 所以 超市是也可以買到 切好的腿 或者是雞胸 但是我會直接買整隻雞 那我現在稍微大概 就是 介紹一下 這個要怎麼處理 那通常我會先把它 腳這邊 就是稍微把它 把它用開一點 然後 然後 主要這樣切 那就是拿 家裡自己比較利的刀 那 現在我 家裡就 就只有這隻刀 比較利的 然後稍微把它 斑開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骨頭 那骨頭這邊呢 就稍微把它沿著 邊邊這樣切 那切的時候呢 就盡量 直接沿著這邊切過來 很輕鬆的 就可以把 整個腿的部分取下 那腿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它取下來了 那 現在肌的話 就是變成這個樣子 那 這部分的話呢 中間這邊 用手摸 可以摸到一個骨頭 可以摸到一個 就是凸起來的軟骨 那從軟骨這邊呢 往下切 盡量就是一刀下去 所以 你一刀下去的話 你雞胸中間這個部分的話 就會比較完整 就是整個刀子這樣子 一刀到底 那這邊會有一個 三角骨 那骨頭也就盡量避開 那很多人呢 會在這邊 一起把 雞翅取下 尤其是在洗餐的部分 那我 今天 會把它做分開 因為我今天沒有要把 雞翅放在 盤子上面 那 這就是 它 雞胸的切法 那 這邊的話 大部分你都是吃雞胸 所以雞胸的話 通常在超市都會比較貴 那 待會的話 我也會 把這個部分放到 晚餐上面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另外這邊的部分也是一樣 你可以摸到這邊的骨頭 就是一開始 你去找的部分 它要從哪裡開始下刀 就是它會 它會停在中間 那 一樣的方式也是把它切開 那可能會往這邊比較 轉個方向會比較好切 那一樣也就是一刀 盡量就是一刀到底 這樣子的話 你切的雞胸才比較不會 就是肉會比較是整體 比較不會這樣碎碎的 那 很多人在西方的話 大部分 很多人也都不會 使用皮 所以 他們就會也會把皮去掉 那我的話我會把皮丟著 那流子的部分就是到時候 雞胸在煎的時候也會比較 我會太乾了 OK 那所以 雞大概是這個部分 我現在要做的部分是 主菜 那今天主菜就是 雞肉 那我剛剛 切好的雞肉大概就這樣 那稍微放一點巴 黑胡椒 其實就可以不用放太多的調味 然後 主要的話我都會 以皮的這一面先下鍋 然後 然後 煎 大概 是雙面 就是 焦黃的顏色之後 我會把它放到 烤箱裡面去烤 大概再烤個15分鐘 那 切記就是雞肉要煮熟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 自己煮的雞胸跟雞腿 也會確認就是 也不會太乾 然後 比較就是屬於嫩的 因為很多人就是 會把雞胸煮得太柴 所以其實 在台灣 很多人就不太喜歡吃雞胸 那 如果雞胸自己煮的話 其實可以煮得很 適中 然後 剛好 所以吃起來的話是嫩的 那我稍微讓它煎一下之後 會放到烤箱裡面 再烤個15分鐘 那 放 水 跟醬汁之後 就讓它 慢火煮 大概20分鐘左右 然後 看到 汁收得差不多之後 也可以做 調味 就是加一點 鹽巴 或者是 黑胡椒 那 就是依個人的 味覺去做自己的調味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是要來把它擺到盤子上面 那 雞肉的話 雞胸就是這樣子 確認說裡面 是不是還有粉紅 如果沒有它 那就表示有煮熟 然後 看一個人想要吃什麼部位 就是一個人喜好把它擺到盤子上面 那 其實 這樣做法很簡單 如果你是以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做的話 其實都可以做出這樣類似的晚餐 那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那 如果還想看其他的菜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